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长曾滋文在基隆市议会临时会中报告 6月10日到19日举办为期10天的城市博览会 总共吸引了101万人次参访 见证山海荣光翻新城市印象 城市博览会应该是可以说是疫情趋缓后全国第一个大型的活动 那这个大型的活动的效益也超乎我们的预期 那第二个部分呢大家关心的参访人数 我们经过我们的估计是超过101万人次 那第三个部分呢我想在效益的部分 我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第一个我想这一次的城市博览会达成的一个品牌的效益 那也是我们基隆市整个城市印象的整个彻底的反转跟提升 那第二个呢在广告效益的部分呢也让我们基隆的能见度提升了 那整个跟讨论度的部分也大幅的提升 那第三个部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了整个基隆市民的自信心跟光荣感 那大家以这个城市为荣 许多议员都给予市政府团队高度肯定 市府是不是能够将这个我们这个整体报道内容啊 是看是不是可以上到我们基隆市政府的网站里面 那包含不管是魅力基隆还是各我们相关局处的官网 或者市长的YouChange的脸书 或者是我们各区图的FB上面 让民众也看到说我们这全部这十天来我们做了什么 然后让这十天来可能因为疫情可能因为都要考虑没有办法到我们这个展区来参观的这个民众 可以透过这个文字的影片或是影像看到这个 那也让有玩过的民众可以来再次的一个回味 整个整体来说前几天前段时间我在海洋广场参加了一个这个我们聚垃圾一组重金属 传统重金属音乐的这个展演跟表演 在那里的感受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 什么时候你感受到基隆港如此的漂亮 什么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家乡感受这么的舒服 旁边是国门广场 另外一边是邮轮广场 整个海岸线水岸城市打开 我觉得不管如何 这都对市政府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肯定 那么不是说只有一个活动 不是说只有一个活动 也不是说只有一个什么策展 事实上是说而且整个改变我们基隆市整个空间的提高跟创造一个新的希望 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印的预算这件事情上台北市的这个议会 才在讲他们才他们已经花了一千两百万在宣传上 我们基隆市城市博览会 整个城市博览会 也才不够花了三千五 是他们已经已经是台北市现在宣传费用 现在台北市宣传费用已经是我们整体的预算三分之一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光是基隆市城市的行销就已经一波荡漾一直到现在 不过也有议员们要求市政府检讨真正的商业效益何在 展区展场后续如何使用以及展览的艺术品是否能够继续展出呢 在这份报告里面没有很详尽的去报告这些事情 包括我们一些检讨的部分 包括我们交通道路的负荷 这次有没有去检讨 包括我们的停车空间的不足 是不是有去检讨 包括我们公共运输 应该如何再去优化的这件事情 我们有没有透过这一次展览之后 来去做检讨这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的是 就一会大楼如果这么多的人来参观 会带动起来 我想问一下你招商现在招到了吗 有人来询问了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刚才所讲的那些垮垮而谈的 所谓的人数 所谓的被看见 那是不是只是一个数据而已 他没有办法代表基隆的未来的希望 官销处你报告的时候 一百万人次 我不晓得这个人次 你如何去统计的 那基本上了解 这次都有十天 好不容易因为疫情关系一直延到现在 前五前三天 我收集的资料 大概一天大概五万 那后面的话 可能在两万左右 人数啊 再左右或是更少 因为旧建物 毕竟在过去几十年前 甚至上百年的思维 并没有现在对环境这么重视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更多 能够对环境好 比如说 步行的地方 乘两的地方 树荫的地方 来弥补这些旧建物 所消耗的能量 也在这边提出来 让在陈博会之后 给大家来做什么思考 针对这件事情 我认为陈博会 现在在经费上 从经费的角度来看 是一值千金 从交通的角度来看 是人扬马翻 从效益的角度来看 是自曝其短 基本上就是这三句话 第一个部分我们先谈 现在目前在陈博会的预算 我们编列的是三千五百万 我们当然知道 有很多市府的基础建设 跟硬体建设同步在进行 但是 到底直接间接相关的花费 是多少 这件事情在今天 官销处的报告当中 其实完全没有提到 我们今天是议员 我们是议会 不是来听成果报告而已 不是来听成果发表 我们是要来进行市政审查 我想问的事情是说 其实以这十天活动来说 我们看到的这么多的人潮 最后他除了为基隆 点缀了一个十天的热闹的气氛之外 他这些数字为基隆留下了什么 就是到底 这次的城市博览会 为基隆 会留下了什么未来 知名的雕刻上去以后 第一个让人家感受到的 穿西装 打领带 拿雨伞 又脱皮箱 就是我们基隆人的感受 要去哪里 要去游轮 坐游轮 让这种感受永远会存在 这么有名的作品 如果能够长期放在我们基隆 这个国门广场 任何一个这一头佳剧 我想对基隆的观感 还有打卡的地方会更好 而包括新冠肺炎确诊 还在隔离中的市议员 郑文婷 陈宜 以及副议长林佩祥三个人 也申请线上视讯 一起参加监督市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主谱黄兴中经会主委 黄丁峰 基隆市文化局副局长李天庆 立法人蔡思寅 法国在台协会副主任戴林志等人参与下 清发战争纪念园区普渡法会盛大登场 戴林志并代表法方在纪念碑前献花 这是基隆中元纪最特别的活动之一 祖谱的黄姓中经会用丰盛的贡品 祭祀这些克始异乡的亡魂 具体展现基隆人不分国籍族群的慈悲心 清朝的兵在这边史上蛮多 法国兵也是死一堆人 小人的时候因为我都对阿嬷阿公 都来偷偷来副道 他们来副道都是利用农业七月十来副道 那中元纪最主要的目的是 宗旨张钱卸斗 想想看清国公跟法国公来讲 他们当然都是为了战争而死亡 那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终止争斗 就像张钱卸斗一样终止争斗 大家才能够和平相处 过个好日子 从2018年就参与法国公募普通活动的 法国在台协会副主任戴林志 非常感谢金融市民的热情 和济世的诚恳 为法国的英灵提供了安息地 即将离台的他也认为 法公募成为台法友谊的实体 也彰显和平的重要性 一百年前在一起台湾跟法国有打战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打战 我们现在当朋友 我们要还想一想 那时候一百年前的私人的 有台湾人有法国人 但是我们现在都在犹豫的 这是重要的 我们应该想一想理事的好问题 就这样我们可以未来 在一起做朋友 瞬间台法国会友好协会理事长的立法人蔡世英 希望借这项活动祈求和平 也加深台法之间的交流 因为基隆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都市 基隆市也曾经在历史上爆发过 我们的清法战争 那这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可是在现在的过程当中 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 我们来祈求和平 所以事情也非常高兴我今天能够来参与 一起也到临近的民族英雄墓 祭拜同样在清法战争中阵亡的清国将士 与镇沙社区合办这场普渡祭典的 金融市议员张浩瀚 希望唤起大家对地方文化的了解 日前也举办了一个沙湾地区的一个走毒活动 那希望借由这个走毒能够唤起地方居民 以及我们在这边以外的一个市民 对于这个地方文化的一个了解 那今天呢也特别透过这样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 来特别来纪念过去阵亡的一个将士 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精神 我们普渡的一个精神 也可持续永远的流传下去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一部真人故事改编15年的约定为电影 选在金融旺海巷开进 曾经拿下金钟男配角的演员黄灯辉在剧中 饰演男主角和饰演爸爸的演员黄建群 为金融中元记代言说故事 这次我都没到三天 在你旁边看 你辛苦了 我想要跟你抑制 15年后我和你合作 我们父子联手 扮一个比较稀薄的 我们全世界都看到我们家人的重观材 说了没问题了 我等你15年 我们不要这样合作 这波动 出了 越扮越大 这部微电影是由 黄信中经会理事长黄丰林 真人故事改编 故事是讲述 现任理事长黄丰林的父亲 黄建智 过去成为重经会尽心尽力 那年 我们是重新会就是 在2007年 就不用够到6年 那年我们 我们是 第2次 担当 主播 轮到第2次 那年 也是 大家也 真认真 要跟这个 我们是重新会 要办好 所以他们三人 出来号召 号召那年 也有很多 这些 副主任委员 陶杰、罗主 募款 什么都很踊跃 那年也扮得很劳烈 有很多 创举 就是说 吉隆中原纪的游行 那些顶头 有很多都以前没做过 所以那一年也办成热闹 办完以后呢 一阵 我们爸爸的 做主任委 他很高兴 他就说 这样 那十五年后 我又在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还想要参加 我们防信重新会一次 结果 爸爸离这个 民国一百零二年 就没去了 一百零二 差这几年 他就不在 不在以后 我当时 十五年前 我是当理事 就中新会的理事 因为我 事业都在大陆 所以 我没有 很多时间 去中新会 去帮忙 但是我就是 当理事 就是每年应该 这个祭典的时候 应该要 捐献的 就是照这样 为了让更多 年轻世代 认识中原纪历史 黄信重新会 和崇佑影艺科技大学 产学合作 邀请学校 夜师 清展 文化传媒 协助拍摄 黄灯辉 和黄建志 能够参与故事拍摄 内心也相当的感动 啊理事长 我是圆里哦 你感觉我有 有九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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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觉有万一吗 有 你有 八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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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年轻比你还 漂亮 这我们爸爸 我们爸爸 我们爸爸有赞吗 圆导有赞 圆导有赞 你爸才圆导 我爸爸里了 12345 12345 不要有圆导 第一个这个我 真的圆导 我输掉了 这个比较少年 我输掉了 我觉得有一种 任主归宗的感觉 对啊 就皇 信用的嘛 对啊 我感觉很感动 然后可以替这个 我们皇室家族 尽一份心力 是我的荣幸 大家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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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感人嘛 就是 八年儿端子团成 对啊 爸爸 爸爸跟孩子 一段的欲赏 对啊 虽然说 人都会 都会回去 虽然说 可能 有时候 有时候 二回大 回去 没在那儿 但是 这个情形 会永远流来 小孩 孙子都会把它团下去 很重要是 吃过季 拜手头嘛 所以我们 所有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 跟 所以不能忘本 那透过这种活动呢 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有意义 而且是值得去 把它发扬光大的事情 我本身也姓黄 所以我很开心的 能够 能够参与 这个 黄室中金会 他所 他拍摄的这个 算一个 记录的影片 算一个叙事性记录的影片 很荣幸能够担任 担任这个 之前这个理事长 能够把他的宏愿 把他的这个 一个负责任态度 能够表现出来 非常非常开心 这部为电影完成之后 黄室中金会 除了将在 演书官网发表之外 也会在社群平台发布 希望民众可以上网观看 一起了解传承 168年 中元季文化的意义 记者黄室明 基隆报导 老人家手牵着手 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 就是怕又会再次跌倒受伤 我们的地 那个都高低不平 然后又斜坡 那我们这边老人家很多人 我们这边几乎都是 居住的老人家 小的又很小 年轻人都去外面打拼了 那所以我希望就想说 这边能尽快改善 因为有时候老人家的安全 安全问题 因为好几个都是在内斜坡那边 就跌倒了 我跌过一次 我跌到这个地方 跌到好痛哦 痛很久 我就是走路啊 这个地方滑嘛 有一块了 怎么滑滑了 朝天 晒了半天 晒得很痛啊 开很久 这里是金庸市仁爱区 石球路是12巷 由于从巷口开始就是一段陡坡 加上路面许久未重铺 凹凸不平 不仅发生多次居民走路不慎跌倒 连送餐的外送员都摔车受伤 像老人家在这个地方这个行走跌倒的 还有送那个火片大的骑机车的 因为因为在这张这个这个路线 不是说很清楚 所以说有急转弯或什么看不到 有波坎也看不到 所以说一下子就会摔倒 这条路已经有好几十年都没有做整修了 在接获潮洞里长反应后 金庸市员庄东青特别向金庸市政府方面 争取将近170万的经费 将针对石球路是12巷 及成功一路133巷 71号与73号前方路面 一并进行改善 这边的路面以及排水沟的这种改善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住在这边的民众 就因为时常进出 因为路面不平 所以造成时常跌倒 那跟我们李光健李里长来反应 那你透过李里长来让我来了解这个事情 所以来这边也会看了很多次 那好不容易跟市政府争取的大概 170万的这种经费 能够来改善这个42巷的这个路面排水沟的这个改善 那另外对于成功一路133巷 71号73号前面的路面 也一并来改善 我想最重要的是说 让民众进出能够安全 出席会开的NH公所方面表示 这项路边改善工程 预计最快10月底能够完成 希望能紧速还给居民一条安全近处的道路 记者张琪辰记有报道 在台湾有一项活动 深具文化传统与文化的资产意义 他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争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争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四十五万四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百年中原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原记 黄信东旦 黄信族谱 隆重登场 灭火器突然爆炸 喷洒出大量黄色烟雾粉末 突然的爆炸也惊吓到一旁洗手的民众 反射动作用手遮住脸部往旁边赶快跳开 这个爆炸意外发生在基隆市中山区通人街84项 让当地居民受到惊吓 幸好没有人员受伤 但是也造成乌粮受损 基隆市议员张炳君接获民众 陈勤后也感到现场关心 至于为什么会突然发生爆炸 还需要相关单位调查 那炳君这边接获我们民众的反应 就是在我们通人街霸的事项 有发生灭火器爆炸的问题 那我手上就是爆炸的灭火器 大家也看得到它的底部 其实袖子相当的严重 然后爆炸之后粉末也四处纷飞 那也让现场的民众其实都吓到 那我们也是要请相关单位 尽快来去检查 这一批的灭火器 是不是有制造不良的问题 同时也要检查我们附近的灭火器 是不是同样都有这些瑕疵 那如果再次发生爆炸 尤其是达到人的话 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所以我们也要请相关单位 重视这问题 张炳君也呼吁全责单位 一并回收附近的灭火器进行调查 张炳君指出这具灭火器 悬挂在巷道内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突然爆炸 还需要调查清楚 让居民安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潮进公园 美丽海景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玩水消暑 但公园内的女厕所却传出偷拍事件 我以为他们是在排队 结果他们是在跟就是偷拍的人对 因为他们就是抓到他偷拍 所以他到死之后警察还没来 然后那个男生就跑掉这样子 然后后来的时候 因为等的时间也是 也是蛮快 但是也是很久 就十几分钟这样子 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手上拿一包 为什么是跟手机 感觉他是没有跟那两个女生交谈 但是很像是也蛮多时间可以做 他可能把照片翻出来 还是什么 他动作这样子 感觉上是没有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事发在潮进公园北栋二楼厕所 一名二十多岁女子上厕所时 发现厕所隔板下 竟然出现一只手机 当下觉得被偷拍 呼叫朋友帮忙 连同其他民众一起将女厕大门堵住 不让嫌犯跑走 就是等于说有一个警察先去跟那个男生接触 然后另外一个警察就来问那个女生怎么发现 这样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他平常上课有一个习惯 他都会先看一下底下 就是底下有没有异样这样子 然后因为刚好他有这个习惯 所以他就是看到那个隔板凤有露出一个镜头 然后所以他才就是通知有人然后报 本所于三十日晚间获报 本市潮进公园旅客有偷拍情形 警方到场时发现嫌疑男子于案发隔壁监测所内 要求当场检视其手机 并无发现不法内容 西处人居带回厘清案情 所以本案为告出奶论案件 发案人表示不愿追究提告 警方人应规定受理进行调查 并持续针对人潮聚集之游戏地点加强选手 虽然警方在男子手机内并未发现有不雅照片 但男子偷拍涉及妨碍秘密罪 被害人有六个月期限可以思考是否提告 警方呼吁遇到类似情况 千万要冷静应变 也可以呼叫其他人帮忙 避免单独跟嫌犯正面冲突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喝酒畅饮时很开心 不过卫福部基隆医院7月初 新成立的临床毒物科医师李建宏提醒民众 如果在喝酒之后出现视力模糊 眼睛有灼热感 感觉和平常喝酒的情况不太一样时 就要小心是否喝到假酒 也就是假唇中毒 那临床作用呢 临床对我们的影响 早期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像心跳交速 肚子痛、耳术、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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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等等 那晚期 比较晚的时候 比如说六到小时后 才会发现我们呼吸会比较急促 然后如果我们用抽血检查 发现它的硬力质件性会增加 然后血液会变酸 那严重就会休克 血液变低 胜功会变差 最后就呼吸衰竭 真的 最后如果没有救治的话 可能就会死亡 假唇在工业上经常被当作有机溶剂使用 因为无色透明气味和真的酒 所用的乙醇相似 但价格相对低 才会被用来制作成假酒 但是假唇进入人体内 不会马上出现严重不舒服 需要经过代谢大约六到二十四小时 潜伏其后才会出现急性中毒 包括呼吸衰竭 以及代谢性中毒和昏迷 视网膜伤害以及神经坏死 小唇当然如果说唇膜下来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当然会有几个 有时会看到一些病人 就是说他视力受到影响 没有办法回复了 就可能会眼睛会失明 或是说视力受影响 第二是他会影响到我们神经里面的一些脑部的一些组织 造成八经身症出来 另外缩脚可能会有神经病片 让他以后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肢体会有比较有些问题出来 那甲醇我们 他的毒性的制毒剂量 一般来讲成了服用十七期以后就会失明 六十七以上就可能会死亡 通常医生在评估后会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以及给予碳酸侵纳和乙醇解毒等治疗甲醇中毒 医生也证实如果不小心喝到甲酒可喝蒸酒协助综合解毒 而且蒸酒的酒精浓度越高 综合甲醇解毒效果越好 不过还是得尽快就医治疗 那其他的酒类乙醇的酒类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吧 还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所谓这个酒类的时候 他一定要达到酒精浓度乙醇 要达到那个标准的酒类都可以 对对我这次这边是指烧烈酒是比较拿他来做一个标准 其他酒类都可以 比如说像绍兴酒或其他酒类一瓶都可以 但是我们知道像啤酒到所谓的高粱酒 他酒精浓度不太一样 这跟浓度有关 那我在解毒的功能下 是不是酒精的浓度越高 它的效果综合效果越快 如果譬如说我今天身边只有这个啤酒的话 可能要用500cc 用绍兴酒的话 酒精浓度高可能只要达到100cc 他就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 你那浓度越低大 你需要的量就大了 那落龙的高可能量就不用那么大 医生进一步表示 万一喝到甲酒甲醇中毒 最好在5到6个小时内赶紧到医院接受治疗 身体受损害以及复云的状况会最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网速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佳宽屏吧 中佳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佳宽屏 百年中原代代相传 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 基隆中原记 黄信赞蛋 黄信主谱 隆重登场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 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岗城 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 这一座城市 崭新的发展 美丽基隆影片 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青棗 看看